陣陣強風吹過 發出嗖嗖聲響 建築工地最上方 一整排陰架 被強風吹倒 向下傾斜 形成扇狀 常常在鐵管玩去變形 連同鐵架以及帆布 懸掛在空中搖搖欲墜 工地一樓 一整排的陰架 掉落在地 摔得七零八落 鐵管四散一地 還有許多鐵管 衝出護欄 掛在人心道上 有民眾要開車進工地 一旁騎機車的樂興阿伯 趕緊上前提醒 鷹架掉落意外 發生在凌晨四點多 由於軒嵐若颱風逼近刮起強風 把基隆中和路上工地的鷹架吹倒 掉落地面 所幸沒有砸傷路人 警方到場後 為了避免鷹架再度掉下來砸傷人 在工地周圍拉起封鎖線 並封閉一車道 在現場指揮交通 基隆的風真的太強了 不只吹倒鷹架 就連店家的招牌都被吹落在地 基隆人物路上一大塊長方形招牌 左半邊傾斜倒地 直升右半部還固定在鐵架上 招牌掉落當下 把民眾嚇壞了 店家已經提前做防臺措施 沒想到還是發生意外 昨天就先把他圍起來 把這個電燈直接撿下來 所幸掉落的招牌沒有砸傷人 警方到場後封路 店家也在棋樓的柱子上 貼出告示要民眾小心 受限攔落颱風影響 部分地區出現強風豪雨 民眾外出時一定要加倍小心 記者 朱丁榮 王毅德 基隆報導 主持上這個夢夢水 孤家配方起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纏酸調節情緒 增強抗安能力 還有德國氧氨菊萃取物 可以紓解焦慮幫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鐘 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